老外准备了几个塑料瓶 把这几个瓶子给连在了一块 然后在另一端给固定到了底座上 往里面加了一些水 然后开始往里面冲气 里面出现了大量的气泡 这些水也都慢慢的向上升 老外还在不停的往里面冲气 感觉差不多了 使劲一拉瓶子就直接飞了出去 看着就好像是火箭一样 当然窜天喉也有同样的效果 瓶子做了一艘小船 上面绑了几个窜天喉 瓶子在水面上面来回的转圈 方向根本就控制不了 接下来就拿来了一根管子 打算让窜天喉在管子里面飞行 然后窜天喉还真的顺着管子飞了出去 有一个明亮的光点在管子里快速移动 老外又开始忙活了起来 在地上埋了一些塑料管 然后里面放了一些窜天喉 把这些窜天喉都给连在了一块 老外并没有直接点燃 而是念动咒语 能够看到天变得越来越黑 天黑之后点燃外面的银线 窜天喉直接就飞了出去 窜天喉依次飞到了高空中 进入空中之后变成了美丽的烟花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震撼 好像是一个一个的蝌蚪 游到了天上去一样 最后发现下面的管子都已经被烧焦了 大家可不要模仿这种危险的实验呀